大學校園裡 新有康正用他帶著腔調的中文 講解法學理論 檢查看改善之後 第二次還是有一個不提出 是不當的 原本在東興大學念理工的他 來台旅遊後愛上台灣 決定過來繼續學業 但他不滿入門的語言課程 反倒選了一條難走的路 自己身處在一個國外的時候 最擔心的是說 你會有一些法律問題 因為其他問題 其實花點就可以了事 法律問題 當然也花很多點可以了事 不過基本上呢 不會碰到比較好 所以當時就想要念一下 嗯 法律還不錯 對 然後呢 就打電話去台大問 啊 我可以申請嗎 啊 可以 對 然後拿到入學證書 避免觸法而接觸法律 新有康進入台大法律系就讀 但中文程度有限的他 上課簡直是鴨子聽雷 蔡敦銘老師的課 我還記得他上課講的一句話 所以這個嘉義之間上書有間 上書有間 不懂 聽不懂 那同學幫我寫了 上書有間 不懂 不過他並沒有放棄 反而還念出興趣來 也由於出身日本 讓他成為台日法律比較的專才 但他更想用法律行動 讓自己成為鎮港的台灣人 妳好 幹什麼 規劃 規劃 好 幫幫幫幫 來 真的覺得說這個地方是妳的地方 想要在這邊一直站住下去 妳的朋友 妳的工作 妳的專業 全部都在這裡 那想要拿國際是很自然的結果吧 日前新有康申請規劃台灣 他計劃著兩年後拿到身分證 可以大聲的說出 我是台灣人